啤酒是拿來喝的 千萬不要再把它拿來當保養品啦 有些人把啤酒敷在臉上 覺得皮膚變好 那是因為皮膚的 好像短暫的覺得皮膚變亮 不過因為啤酒內還有一些酒精 或是一些複雜的成分 有可能造成皮膚的 大家好 我是皮膚專科科威志醫師 今天要帶大家來 破除一些網路上錯誤的謠言 啤酒洗頭可以治療頭皮搔癢 還可以幫助頭髮變得柔軟有彈性 這個是真的嗎 這是錯誤的 啤酒是拿來喝的 不是拿來洗頭的 主要是因為啤酒它本身偏酸性 而且還有酒精的成分 如果使用不當長期接觸頭皮 可能會造成頭皮的發紅 發癢 甚至發炎 用汽水洗頭可以讓頭髮更有彈性 這是真的嗎 這是錯誤的 汽水裡面主要含碳酸的成分 所以PH值也是偏酸性 而且還有一些糖分 如果使用不當長期接觸頭皮 也會造成頭皮的刺激發癢 發炎 所以這樣是不可以做的 用雞蛋洗頭可以減少白頭髮跟頭皮穴 這是真的嗎 這太誇張了吧 我們知道白頭髮的原因呢 是毛膽裡面的黑色素細胞退化 所以才會讓頭髮顏色慢慢變成白色 所以雞蛋它裡面的蛋白 分子量也是蠻大的東西 很難去滲透到我們的頭皮 頭髮裡面 頭皮穴大部分是因為頭皮有發炎 也不知道雞蛋裡面有什麼成分能夠消炎 所以用雞蛋來洗頭髮是錯誤的喔 洗頭髮泡泡越多越好 這個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不是錯誤的喔 我們知道洗頭髮泡泡來自於 介面活性劑 介面活性劑的成分越多 但洗精力越好 不過呢 過度的清潔也有可能造成皮膚的不適 所以我認為洗頭髮泡泡適度就好 有些網友朋友小蘇打粉去粉刺 請問這個有用嗎 千萬不要這樣做喔 我們知道小蘇打粉的成分是碳酸清浪 加了水之後呢 會產生鹼性的容易 或許可以溶解 皮膚表層的一些油脂 只不過啊 它成分可能太刺激了 油性還刺激 會破壞我們皮膚的表面脹地 造成皮膚的發炎發癢 所以千萬不要這樣做喔 鹽加白糖去粉刺是有用的嗎 這樣是沒有用的喔 感覺好像可以去粉刺 但其實呢 這種物理性的搓揉 只能夠去除我們皮膚最外層的角質層 我們知道粉刺呢 生成是 皮脂腺分泌的一些油脂啊 跟一些角質代謝不完全 卡在毛孔裡面 所以比較深 你用這種物理性搓揉的方式呢 沒有辦法去到它 有些人會拿啤酒來敷臉 搓毛孔 可以這樣做嗎 這是錯誤的喔 啤酒是拿來喝的 千萬不要再把它拿來當保養品啦 有些人把啤酒敷在臉上 覺得皮膚變好 那是因為皮膚的保濕度增加 好像短暫的覺得皮膚變亮 不過因為啤酒內含一些酒精 或是一些複雜的成分 有可能造成皮膚的發炎 發癢 所以千萬不要這樣做囉 用茶包敷臉小黑眼圈 這樣是否有效呢 這樣是錯誤的喔 我們知道茶包是拿來喝的 不是拿來敷臉的 加上我們眼周的皮膚比較敏感 亂敷一些東西反而容易造成皮膚發炎 如果你的黑眼圈 是比較循環不好造成的血管型黑眼圈 我會建議單品的溫熱服 還有比茶包有效 牙膏內有抗菌成分能治療痘痘 這是真的嗎 這是錯誤的 我們知道如果要使用抗生素來治療痘痘 要用比較專門的抗生素藥膏或甚至恐怖藥物 加上牙膏內有含糊的成分 有可能會讓少數人產生痘痘 所以千萬不要用牙膏來治療痘 綠豆粉可以吸附臉上多餘的油脂 達到改善青春痘的效果是真的嗎 這是錯誤的喔 我們知道綠豆粉是拿來吃的 不是拿來敷的 加上很多人的痘痘肌 比較偏敏感 如果隨意的敷上這些食用的產品 可能讓發炎變得更厲害 加上痘痘肌上面有很多一些 看不見的小傷口 敷上沒有消毒的東西 反而會讓感染變得更嚴重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這樣做喔 飲藥膏可以治療痘痘嗎 有些人認為飲藥膏裡面還有一些抗生素的成分 好像可以用來治療痘痘 但就皮膚科來看 我們還是會比較建議 專門治療痘痘 用的抗生素種類 跟抗生素藥膏 比較合適 冰狼涅膚臉 可以幫助抗黑斑 使皮膚美白是真的嗎 這是錯誤的喔 裡面的成分有可能造成 皮膚的發炎 發紅 甚至一些黑色素沉澱 在臨床上也會看到 有些人用這個方式 做了反而產生一個 黑白 花花的臉 所以如果民眾想要 正確的美白皮膚的話 還是建議用食藥薯可可的一些 含有美白成分的化妝保養品 比較合適 那蘆薈膚臉可以美白抗中 是真的嗎 這是錯誤的喔 如果你用深蘆薈 這樣直接附在臉上 由於裡面的成分比較複雜 不一定每個人的皮膚都可以耐受 有可能造成皮膚炎 反而造成皮膚敏感 加上部分的成分 可能具有光敏感性 附在臉上再去塞太陽 反而會讓我們皮膚更黑 想問紫焊劑 可以達到妝前控油的效果嗎 請不要這樣做 我們知道紫焊劑的原理 是利用一些鋁鹽的成分 來塞住我們汗線的開口 去抑制出汗 那它的濃度跟設計呢 大部分是身對身體 比如說像我們的腋下 那這些濃度如果把它放在你的臉上 可能會造成皮膚的不適 刺激敏感 如果是想要控制臉上的出油 那請用專門為臉上設計的控油產品 這樣比較合適 想問科醫師 凡士林會破壞皮膚調節機制是真的嗎 我會說凡士林 它不至於會破壞皮膚的調節機制 我們知道凡士林石蠟 它在化學上是一個很安定很穩定的物質 皮膚不太會吸收 那它可以使用在比較乾性或是像敏感性的膚質 是OK的 只不過你如果是用在比較油性的膚質 再用這種比較偏油的產品 可能會造成你粉刺 或是悶熱的更增加更不適 所以要選擇適用在合適的膚質上面 才是正確的 漂白水漂白肌膚 這樣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這是大錯誤喔 我們知道漂白水最常拿來用途 是居家環境的消毒 或是一些衣物上的使用 它的濃度跟成分都相對比較刺激 如果放在臉上比較敏感的地方 可能造成皮膚炎 所以 請大家 不要這樣做啊 今天回答到這邊 我們知道 很多皮膚的問題 都是後天保養不當造成的 希望這集對大家有幫助 我們再見囉 拜拜 常常會有患者問我說 柯醫師啊 我眼周這邊有一些小顆粒 是什麼樣的狀況 這跟保養品是不是都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建議 還是要找皮膚科醫師幫你做正確的診斷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